你今天晚上吃东西小些点又咬到舌头了 我就是因为昨天咬到舌头 我今天才点了奇异果 才点了橙子 点了个维C套餐 你可不可以 你少给我一点 我就不会那么上火 你可不可以 就那个叫什么 聪明一点 你已经聪明很多 再聪明一丢丢就可以 我炸死了 你们中山哪个区 馒头 我们中山十七区 馒头 我喜欢吃的不敢说 我就叫老公说 他喜欢的就叫公公婆婆煮 煮好了他 说不爱吃是我爱吃 我好尴尬 就是他 这做黑也不做群头 没什么意思 做戏又不做全套 你们俩平时伴随男生有动过手吗 这一点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他绝对不会 就是对我说中的话 更不要提动手 够胆动手 因为按照我的水平 其实是一成立就搞定他的 他斗嘴高 够我来吗 有一次他跟我斗嘴 嘴歪了 哈哈哈 不是 我妈妈 我在出嫁的时候 我妈妈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嗯 就是说这个女儿 我自己都没舍得打过 你绝对不可以动手 但其实小时候打挺多的 哈哈哈 但是 你妈一边说谎一边 哈哈哈 她说没打过吗 我说哈 那她身上的 哈哈哈 有照片为证我 岳母大人 但是妈妈这句话 给了我很足很足的底气 对 我觉得我也要真诚的 跟我妈说一声 你当时为什么不跟她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她现在兵器都用上了 五大门派 不会啊 你妈妈是站我这一边的 对啊 在家里我跟她妈妈 就是我婆婆 我们俩是两姐妹 有时候 她们两个一起打 哈哈哈 不是 我跟她投诉 我跟她妈妈投诉 我说你儿子怎么投诉 然后她说 她很认真的一脸无故 看着我 我要是能管得了 就不会轮到交给你来管了 哈哈哈 高健行 888 机关08届初中毕业 为了你换了几台收音机 哇 多谢你 哎呀真的是 梦到我们直播 缘分 哇 十几年前了 08年你看一下 现在已经是24年 16年前 哎呀喂呀 特地正在吃狗粮了是 小切喊 名人不学暗话 哥我喜欢你老婆 谢谢你无忌 可不可以在你面前打一下她 为什么要打她 就是这种直播间难得 就是大家都在开开心心 喝喝写写不好 17号我住在买不到养发 怎么办 那以后再买咯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哈 因为我们这个年货节老师说 我们其实也只是想挑战一下 尝试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有 当中的时候超喜欢盘梳 有是吧 有宝美有品味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直想挑战这个直播 然后呢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视频 还有我们本身自己的工作为主 然后24年想用这个作为一个新的突破点 所以就第一次的那个年货节直播 17号早上10点钟 不介绍这个建议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支持一下 我们不求能有多好的成绩 只求顺顺利利不要出错就好了 因为太久没有直播了 不然你是能吃折耳根吗 我还 你只是折耳根 还接受不了 他接受不了 他是个连香菜和葱都不吃的人 我能接受香菜和葱 但是我折耳根还是接受不了 晚上吃水果要胖 我现在就在增肥 馒头 小时候 我现在两个月胖了五斤 我的增肥计划里 那很好啊 我房子也买在中山初见 高中时候睡不着就听子军 听完更睡不着 我八岁就听巴巴巴 你八岁的时候就听 巴拉巴巴巴 I love it 你会经常不教舞的 我女儿也是这么跟我说 就是 我女儿的性格完全像爸爸 就有时候我说不过她 我就问她 我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然后她就说 你这个年轻人不教我 LYY 什么时候有空 我在国际酒店送你一份年糕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新衣收到 对对对对 真的不用送礼物 不用送礼物 没事的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支持一下 我们17号 早上10点钟的年货节直播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直播 2024年第一次 然后也希望 我们不要出错 顺顺利利 完成 谢谢你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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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陈一位 都会说我像陈豪的老婆 是不是 还有吗 陈亚美丽奇吗 我像吗 我觉得各有各的漂亮吧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花名 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 大家都叫我小唐伟 以前还有人说我像我那个彬彬的 但是我就是我 文鸥也像 文鸥姐姐 我觉得我像文鸥姐姐 可能会多一点 冷彬彬 我可以让你冷冰冰 凉冰冰冰冰冰冰凉吗 不要了吧 我 我有点冷 你不要 可以 可以 诶 冷静 我觉得 哦 我还深呼吸 啊 你不要这样吐气 你不知道会有口气的吗 我的天 啊 我的口气 你吃的还少吗 少吗 那 你可以不要在直播间这样说话吗 你或者卖 卖啥产品 嗯 其实这次的品列还是ok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品牌我们用的产品 就比如说养发的 嗯 然后会有润白盐 嗯 然后 会有 呃 那个 会有大家一直在问的耳环 对耳环 还有 坚果 嗯 还有燕窝粥 还有茶叶 还有 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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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也很喜欢泡陈皮 还有什么呢 还有 好像很多好像有20样左右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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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节我要给我老婆买一个耳环 哇 你看人家都会做 哎呦 馒头你太好了 嗯 阿嫂好幸福 嗯 嗯 那那你要不 要不 这样吧 我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 这也 也到时告诉你 嗯 马来西亚的粉丝买不了吗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粉丝应该 应该买不了 我因为要寄去马来西亚 可能寄不了 嗯 一个文盲 一个文盲 胡先生也要买耳环 你是买给老太太吗 纸巾可卖 纸巾卖不了 陈皮是纪念的 17号我来 我说给你听啊 哈哈哈 Kanji 卖啤酒吗 哎呀 你就想 嗯 啤酒就卖不了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有空去研究一下 品一品 嗯 但是欢迎台湾的朋友来大陆做客 嗯 出发明基 明基晚餐吗 陈木木 可以买给情人 可以啊 什么不可以 哈哈哈 为啥这么正经 好啊 其实我们不是正不正经啊 就正常啊 我们本身是是是怎样就怎样 嗯 对不对 嗯 老婆不卖 哈哈哈 表中人被叫 还广东人吗 费啥青春 哎呀 唐妹会唱小黄色吗 哈哈哈 我过去唐妹现在耳朵会红 是谁 唐妹现在有看直播吗 应该没有 唐妹现在年底就年中年中他财务会很忙 请有独钟把子君上链接 耳环是什么样式的 耳环的话应该是类似于这个 有白色和灰色两个颜色 这个是珍珠耳环 嗯 嗯 加美颜吧 不加了 够了 为了染发剂和耳环 哈哈哈 染发剂真的好用 染发剂我用了三年了 这个染发剂我非常推荐大家 嗯 因为呃 我们其实过年呢 很多朋友都都会去弄一弄头发 对吧 嗯 你如果在在 呃 发廊里面弄一个少折 哈 呃 两三百 贵折 其实可能可能可能会会贵到很贵 你知道为什么 哪怕我跟我的通一老师都是很好的朋友 现在他也用我推荐的这个 用我用我推荐的这个韩诗给他 他也会给他的妈妈用 因为的确很方便 今天没有链接 17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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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